关于外出旅行一直都是人们非常喜欢的事情之一 在风景好的草地上坐下来吃点东西 去海边下游个泳 都是人生非常美好的事情 但是同时也伴随着令人恶心的事情 那就是下海游泳以后回来发现钱包和手机都被偷掉了 为此外国牛人搞了一个新的发明 号称旅游神器 有了这个东西 手机和钱包再也不怕丢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设计能让他们说出这样的话呢 就让小编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吧 其实这个东西的原理并不复杂 就是保险箱下面有一个29厘米的螺旋钻 然后将手机和钱包等放进里面 再加上外面的金属罩给罩上 顶端加上密码锁 这个以后就可以放心的去玩了 发明者称因为保护罩被密码锁给锁住了 所以无法转动 因此就没法从地里拿出来 想要拔出下面的螺旋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人们都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而想要弄出来 只能够通过用铁锹挖 这样的行为肯定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 一定要牢记顶端的密码锁的密码 有网友表示真的是旅游神器 关于这个东西 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呢